在保溫室裡的寶寶睡得好香甜 這可是軍警消 醫護總動員 歷經千辛的媽媽 才順利產下了中秋寶寶 總統探視恆全基督教醫院 看到這感人故事 特別PO上臉書 總統說 希望寶寶平安長大 也希望他永遠記得 自己是在這麼多人的愛 跟努力之下來到世界 堅強了媽媽 風雨無阻出情的醫護人員 你們辛苦了 不能親自來的就是 他剛剛生的這個小寶貝 他經紀會把他來 百年來這麼大的風災的公司 還是有很多人堅守趕危 時間回到14號 木蘭蒂來襲當天 恆春吹起十六級風 滿洲孕婦突然震透 要從滿洲送往恆春 紀錄教醫院 沿途現象完生 滿洲路段不只整排電線桿 不抵強風 硬身倒整排 無法通行 沿路更有大型落石 卡在道路中間 最後還是軍警消合力開道 全程護送產婦 旅行四小時 順利送到醫院 但當時天花板早就被掀翻 風雨不斷灌進醫院 停電的痕跡 醫護人員得四人合力 將孕婦抬到二樓產房 中休節當天下午一點多 順利分眠 二零二嗎 二零二 對 強台肆虐均警消醫護其力幫忙 殘破痕跡產下的中休寶寶 也見證颱風天當中 台灣人堅守綱溫的精神 藉張春華屏東報導 中休閑